15年人數然後去留言關心你這樣子 然後但是就是可能有人發現說 好像都沒有那個綠營的人去留言 然後有人批說這樣綠營好像有點厚到 那市長 你這件事情是怎樣 麻煩大家focus在我們的這個 focus在我們的這個台中購物節 務必要幫我們好好的報導 不要歪樓了 不過另外一方面 對所有各行各業的好朋友台中市民 大家的關心 表示謝意 大家不要過度擔心 那其實不是太大的嚴重的問題 那經過處理 那這個休養的幾天就會好轉 所以大家不要過度的這個擔心 那所有的關心我都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 市長你有聽說有人在網路開直播 跟你恐嚇嗎 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謝謝 謝謝大家 有人開網路直播跟你恐嚇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好幾個月前 今天 對 今天的新聞 是 因為這位民眾他經過我們的了解 他也很辛苦 他有一些生病 那所以呢 我們我不追究 我已經向檢察官表示不追究 因為他生病了 那可能就是有些生病的因素 他的家人也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應該要關心他 幫助他 好 那希望他那個就醫順利 也因此我已經向檢察官表示說不追究 謝謝你 市長可是 就是您已經慢慢好轉了 可是明後天看起來你的行程是多的 醫生會不會生氣啊 他昨天已經不太高興了 他跟我們來上班 他本來希望我修到這個禮拜天 九個三四天 到這個禮拜天下禮拜三那個 可是因為這個事情非常多 那這個實證工作 都沒有辦法停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都答應人家的 那這個答應的話 盡量要遵守這個 這個做到要做到了 那所以有的東西實在是 人家沒有辦法因為我這樣子而改期 那不過我也覺得說 因為醫生也交代說 應該要這個 也不是說都完全不動 而且是說適當的活動 那不要過度走動 醫生的目的倒是沒有說叫我不要動 而是叫我不要過度走動 那就是讓這個微學管教會再好一點點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我想 秘書同仁會去斟酌我的行程 會去斟酌 但是因為每個禮拜一 都是事情比較多的時候 而且因為有很多的這些行程 是早就答應人家 沒有辦法 有的實在是沒辦法改期 那所以我想 我們還是必須要盡量的來配合 那昨天我有回來上班 因為昨天休假一天以後 我昨天回來上班 大概八個小時左右開了五六個會 那昨天晚上是有點又在腫起來 那不過醫生有知道說 有視訊指導說應該在怎麼樣的進行 把腳開高啦 那另外再叫我再補充藥物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進場 我就覺得又舒服一點 所以我想在整個過程大概就會這樣 稍微幾幾步步 後幾天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所以大家也都過度關心 好 謝謝大家 那小總腿小總腿 那我們謝謝市長 哈囉 還有一點 謝謝 好 謝謝 好 感謝他們的德里進囉 更謝謝我們的